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来个新路线 好玩好吃拍美照之外 更要看看不同角度 别过的人怎么玩 你准备好了没 赶快跟着我们出发啦 听我IG追踪的瓦美说啊 等等 瓦美不是我哦 但总之啊 她之前在古山居散步 意外发现这家 还保留日式风格的老屋咖啡馆 木造的建筑拍出来的照片 可爱死了 重点是啊 店里的咖啡超特别 一起来去看看吧 爱喝咖啡的朋友看过来 看到这一排的咖啡器具 就是用来烹煮土耳其咖啡的器具 老板在因缘忌讳之下 接触了咖啡 进而钻研在土耳其咖啡的领域 而土耳其咖啡之所以迷人 就是跟他特殊的竹法有关 因为其实在土耳其 他们的器具 其实全世界土耳其是第一个把咖啡当成饮品的国家 在16世纪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里面 哇它其实一直都处在一个不会消失的一个器具 为什么 因为其实它是跟这个文化有连结 就像这样子的一个器具 这样的器具就很特别 因为它会因为不同区域 这个国家不同的区域 然后来展现他们不同的雕工 这就是他们展现他们传统工艺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传统工艺 留在这个人们的心中 其实他看到这个 这可能是怎么连带 这可能是什么区域 所展现的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器具 那至于我们呢 这个器具对我们来说 它就是一个展现咖啡风味的一个方法 所以很多人那时候就很好奇 你们听说你们的店只有一种咖啡 我说对啊 但是我们有很多种器具 土耳其咖啡也是一个 他们最后都点到这个 他说原来这样子可以呈现不同的风味 当然啊 因为这是一个不同的文化的展现 所以我们那时候的一个展现 土耳其咖啡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set 让客人去感受 除了咖啡带给他们不同的感觉之外 然后可以 好像坐在咖啡馆里喝这一杯土耳其咖啡 然后就可以去感受到 土耳其咖啡带给他们的神秘的面纱 会揭开那个神秘的面纱的感觉 土耳其咖啡还有一样神秘的地方 那就是喝完之后 利用咖啡渣来占卜 不过老板说其实在土耳其 这是有原因的 对啊 这个东西很有趣的原因是因为 是因为呢 土耳其人呢 他们是一个很好客的民主 然后呢 他们非常非常的喜欢聊天 那非常喜欢的聊天呢 他们每一次呢 客人只要到家里来做客 他们就会非常的好客啊 然后极尽所能的 去把去把他们家里有的啊吃的啊或者喝的啊全部端出来 那在最后呢他们其实是希望说客人最好来的时候就都不要走 你们最好能够一直来陪我聊天 那陪我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总得要有个方法让你留下来嘛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这个这个最关键的一个原因 他们想要让客人留下来 那我得要让我们的话题可以源源不绝啊 所以呢 在土耳其呢 每一个人都是占卜师 是这个原因 看完今天这则报导 有没有对土耳其咖啡有稍稍的认识呢 想体验异国风情的咖啡文化 土耳其咖啡值得你过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喝完土耳其咖啡肚子刚好有点饿 接下来要带大家从土耳其飞到日本 介绍这一家 从餐车努力卖到变店面的章鱼烧 而且口味变化超多的 你以为这很简单吗 绝对没有 老板可是努力了很久呢 今年是我第17年的章鱼烧生涯 虾米有没有这么热爱章鱼烧 看到老板这熟练的动作 我想大家也不要再怀疑 他对章鱼烧的热爱了 因为自己喜欢吃 透过朋友的介绍 他约我去看餐车 然后我想说 这个餐车好像不错 可以让我把我的好吃的章鱼烧 带到更多不同的地方 给更多人的认识 这样然后就开始我的参车之路 看着烤盘这一球 黑黑的章鱼烧 原本是不会出现在菜单的选项 推出之后竟然大受好评 那时候就是一场四级活动 然后我们想说 来出个隐藏版的 四级限定的这样子 然后我们想说 我们来卖一个黑的章鱼烧 所以我们当时就想了一个 墨鱼章鱼烧 我们就说 我们今天不会黑的 我们只有不会黑的 今天是不会黑的章鱼烧 墨鱼章鱼烧里面的话 是有章鱼 我们的章鱼是手切的章鱼 然后高丽菜 然后我们的外面就是有 美乃滋跟义式香料 然后最后我们上面会有柴鱼片 除了黑的章鱼烧 明太子口味也是众多顾客 喜爱的招牌之一 抹上美乃滋 再铺上明太子 最后再用炙烧的方式 把明太子的香气逼出来 一口吃下去 绝对让你的嘴巴 充满海洋的味道 再来这一道章鱼烧 绝对称得上是 五星等级的章鱼烧 吃下去绝对让你难以忘怀 所以我们当初想了就是 章鱼烧做那么顶级 好像有一点过分这样 然后想说好不行 我们要让客人吃最好吃的 而且最不一样最特别的 因为章鱼烧没有人做松露口味的 然后我们在 我们先煮那个松露奶油白酱 然后里面本来就有松露跟松露油 然后最后我们还会再点缀上松露 就是一道算是比较高级的一个料理 我们把它放在章鱼烧上面 让客人吃到的时候是觉得 哇 很特别 很不一样这样子 把平民小吃章鱼烧 激发出不同的创意口味 真的是让所有人都享有口福 希望老板继续为章鱼烧 迈入下一个十七年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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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鱼烧大好き 导演你说什么 蛤 我们要去吃牛肉面 可是牛肉面很常吃耶 什么 香港风味的牛肉面 而且还是五星级饭店主厨开的 不要走 我也要去 这位正在下厨煮面的是来自香港 但在台湾生活多年的五星主厨陈克强 退休后选择和家人卖起了牛肉面 原因其实很简单 就是爱吃牛肉面 我刚刚从台南的五星级饭店退下来 因为我儿子从欧洲回来 我想想我喜欢吃台湾的牛肉面 但是我要怀恋香港的小时候的 所谓的牛炸面啊 鱼碗面 所以我变成呢 我想要将台湾的牛肉面 融在我们香港的口味 所以我变成我的牛肉面 是跟台湾的牛肉面的烫头 有一点点不同的 应该先说了 艺术蓝筋 看一碗面很简单 但是就都适合打这个口味 也要看这时候慢慢来调整 不仅把香港的口味 融入到牛肉面里头 牛肉面的面体 还可以加入香港特有的香港面 确实也让客人有一种尝鲜的感觉 我有带香港的所谓的面过来 香港的面跟台湾的面不同的 因为香港的面是比较细细的 QQ爽爽的 台湾的辣面就是红椒牛面 因为是西汤姬 但是如果用香港的面 吃这个春味三宝面 我感觉就比较最棒 我们的春味三宝面 比如说我这个春味三宝面 春味因为是给人家感觉 都是辣的感觉 根本上真真真真真真 春味是有辣有不辣的 但是因为我做这个辣度 就讲到最低点 明得到时候大家吃不习惯 就是这样来进来 那么一句话 辣度的东西我们在台湾 不是在中国 就是这样所以变成辣度 比较所谓微辣 这是怎样来 这个红椒牛肉面 另外这个红椒牛肉面 我都是最强调 我先说汤底是用这个牛手排 牛大骨 收过来熬的 那么再用这个澳洲牛腱 那么变成一碗红椒牛肉面 这个汤头比较清爽一点 在店里老板还有把许多香港路边小吃 带进来给大家享用 像是这一道咖哩鱼丸配猪皮 也是非常美味的小菜 想品尝与众不同的牛肉面 五星主厨一直在这里等你哦 红红梅啊 香港为牛肉面吃完好满足 但美食节目都会说 吃完咸的就要来点甜甜的点心 而且吃点心 当然要有漂漂亮亮的美景 让你欣赏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一家 公园旁的冰淇淋店 据说那边的感觉 就像一秒来到巴黎街头 公园旁紫色的花朵 排队的顾客 拍照的人潮 都聚集在这一家店门口 看着倒映街道的窗户 里面的顾客正在悠闲聊天 究竟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店呢 让许多人驻足于此 在欧洲我们 我到那边吃了很多 就是他们当地的冰淇淋的时候 我觉得很惊艳 只是我没有想过说 冰淇淋其实也可以到 这样子的一样的风味 然后甚至是这么样的人 让人觉得叹为观止 所以我觉得 我想要把那样子的感觉 再带回来台湾 搬来这边的时候 发现觉得这个公园 其实很漂亮 然后会觉得说 它一楼设定的 是车库 其实是有点浪费的景色性 我们觉得说 这样这样的风景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带给其他人 我觉得会比较有序 美丽的景色让人回味无求 美食的记忆也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欧式冰淇淋的特色在于 师傅凭着自身功力 选材料并没有特别的限制 而口味清爽也是一大卖点 冰淇淋比较常见的就是 一些比较美式的冰淇淋 那它们的风味就是 比较甜腻一点 然后可能就是 味道上可能也就是 比较没有那么多元 但是出了国才发现觉得说 其实任何的材料 都可以把它做成冰淇淋 最大的差别在于说 它们很天然 它们很低脂 它们不会添加太多 不应该拥有的化学药品 美食的特别来自于味觉上层次的变化 而这家冰淇淋店的产品上 充分的展现了食物的多元性与特色 我们的可可焦香玉 它那一款的可可跟别人不同的是 它虽然说它是巧克力 但是我们混合了三种不同的巧克力 来自三个地方的巧克力 那它各自带有果香花香 甚至是本身可能可可味 可可的苦味比较重的 那另外一款呢是使用红星巴勒 最特别的地方是我们是跟无毒小农自己拿的 然后最下场我们希望跟他们拿的是 他们无法去贩卖的二次品 那我们希望也能够帮助他们去消化掉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反而转而跟他们拿 多种可可的搭配让你的味蕾 在巧克力中的花香与果香之间来回游走 采用小农的红星巴勒 除了巴勒的香气与酸甜在口中释放 也蕴含着老板支持农友的心 今天其实是第三次来啦 本身不喜欢很甜的冰淇淋 然后它比较是偏手工冰淇淋的话 就会 就它的口感会比较绵密一点 因为像之前有在意大利吃过冰淇淋 然后他们的冰淇淋会比较绵密 有一种就是感觉好像 吃到那个时候吃到冰淇淋的感觉 透过味觉上的体验 店里的布置风格 布置不觉我们就到了欧洲旅游 下次有机会经过这里 所以不妨坐下来试试这一款不一样的味道 冰淇淋店有没有让你回味无穷啊 紧接这家店啊 也是带有法式风采的小店 老板就是个外国人 他坚持带给大家最原始的家乡味 而且吃过的人都难以忘怀 刚出炉热腾腾的法国面包 一刀切下清脆悦耳的声音 让人感受到它的新鲜 接着往里面塞进各种满满的越南口味馅料 一份仿佛就能补足一天的能量 老板娜娜与她的姐妹开店的动机 出了双方丈夫的鼓励 也是因为想找到怀念的味道 因为都没有找到我的口味 真正的口味的越南面包 可能就要跑去很远 然后我想说我要去学 然后就做开店面包 可以分享台湾人跟越南人来台湾上班 可以每天知道越真的越南的面包 这间店特别之处是使用的 南越式法国面包 全程由自己制作 一早三点就得起来工作 从揉面发酵到最后的烘焙 这是店家对于新鲜的坚持 而老板也特别介绍了 南北越在面包上的差异 这个是开刀这一口 就是北越的景况 然后另外的是说 这个是南部的 去胡不如胡 城外面包还有磨奶油 芝麻的 大家咬一口就香一口 咬一口就香一口 脆一口 不要好吃 店内招牌的品相除了烤肉面包 还有鸡肉起司面包 烤肉长时间腌制并加入香茅等香料去烤 才是道地的口味 而鸡肉起司则是老板受到朋友启发 想结合西式口味 还有香茅煮到香茅的味道 另外的鸡肉就是说鸡肉我们使用那个腿的鸡肉 然后我们都成小块 然后就乳跟祭司去乳跟那个牛奶去乳 然后变成它口感很奶奶的感觉香香的感觉 在高雄 越南籍配偶是外籍配偶中排名第二多的 娜娜也提到刚开始开店时 是因为许多姐妹帮忙宣传 才让大家逐渐接受不同口味 在这块陌生的土地努力打拼 同乡间的彼此扶持能让人感到温暖 享受香料王国印度的料理 讲到印度料理 大家第一个联想到的肯定是跟咖喱有关 老板是一位来自印度的华侨 会开印度餐厅 是因为要把小时候吃的味道给保留下来 我本身是印度华侨嘛 那也喜欢吃印度料理 因为从小就接触到这种料理的东西了 对啊 主要是习惯了我想说来到这里 也看到没什么人在开这种料理 就自己试试看 有趣的是老板自己也觉得 印度料理味道太重 所以在烹调上也做了一些变化 那个一定要去改变的 如果只做纯粹印度的那个的话会受不了 连我自己都受不了 所以一定要把它调配到 让我们这边的人习惯 那重点吃印度料理就是吃那个咖喱 印度料理怎么能不提到经典的咖喱呢 这道烤鸡肉咖喱 可是店内的人气招牌呢 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是烤鸡肉咖喱 对 那也是精心那个鸡肉是用烫烤的 烤过再去煮的 因为里面还有加很多辛香料 还有加那个奶油啊 鲜乳酯啊 而且去配合出来 把那个咖喱用到比较温和 不会那么涩 这道印式炒蔬菜 蔬菜的鲜甜加上香料的点缀 多种层次在嘴巴里围绕 可以说是滋味满满 另外一道是印式炒蔬菜 就跟我们想说 跟我们台湾的炒法不一样 我们台湾的炒法没有用 不会加香料 那我们会用香料夹心去炒 就炒出来就看起来 虽然看起来是有点类似 但是就是那个香料的特色就跑出来 有别于以往偏淡的日式咖喱 喜欢口味稍重的 印度咖喱料理 也是一种不同的选择哦 今天的各国料理大晋级 大家喜欢吗 下次继续一起跟着大港好玩志 发现港都好玩是 诶 那个咖喱我还要 下集中的 我们下集中的 那么你还要 还有一个舞台 就是下集中的 节奏 为你来 在那 我可 这 我们下集中的 一言 可能火 它们出ING 比접 我们 Bear 从边 我们下集中的 我们保持社交距离很久了 我想要跟你近距离的决斗 好的 吉拉兄 听说施打歪歪疫苗 可以让你改变基因 变得更加威猛 你这么弱 要不要来一季啊 你这个笨蛋 知道散布疫苗不实消息的后果吗 散布有关疫苗任何假消息 是要被处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是病科三百万元以下罚金 嗯 我现在就要打1922监局你 哦 哪有啊呢 防疫不可松懈 也不要乱散布假消息 更要时时刻刻保持社交距离 不听话的话就会跟金刚一样哦 我不敢了啦